我剛剛講過我們不農人他居住在哪裡 山裡面 山裡面他要背100公斤以上的哺乳動物 他用什麼樣的方式呢 在早期沒有電話 沒有電話 也沒有衛星 更沒有衛星電話 他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傳達 在家的或者是跟他同伴去迎接他 或者是去幫忙他的幫忙他怎麼去背他的獵物 或者是傳達在家的婦女幫他準備食物 然後叫婦女準備一些在家的食物 我們準備打耳機的東西 好 那再者就是如果他發出的聲音越大 表示他背的東西越重 那我們用耳朵仔細聽聽看 他到底背幾百公斤的獵物好不好 那我們就聽他們的背負重物之歌 我們問這個掌聲囉 大哥 他對他分身上在家族 他對他分身上是大家的 他這麼一片 他對他分身上有一種 他對他分身上有意大你 他對他分身上有意大不 我们一山希望透过这样的展演活动 我们做到了传承 然后活泼的宣扬我们的在地文化 你们听了之后有没有感动 有感动